中国古代 预言故事 焚鼠毁炉 古代越国的西部住着一个单身汉 他结扎芦苇茅草为自己盖了一间小草屋 又开垦荒地为自己耕种粮食 日子过得还真不错 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地方经常闹鼠灾 大百天老鼠成群结队地从人前走过 晚上又叽叽喳喳直叫到天明 有一天 他喝多了酒 回到家中刚一躺下 老鼠们就跳得跳叫得叫 朝得他无法合眼 他忍无可忍 猛地跳了起来 燃起火把 把屋子里到处点了起来 最后老鼠都被烧死了 可汉子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子也被烧毁了 第二天 单身汉酒醒以后 四顾茫茫不知所措 心中悔恨莫及 以后再也没有可以安身的地方了 人们在愤怒之急的时候 往往会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过火行为 所以应当尽量是自己保持冷静 否则就会做出悔恨不已的事情 以此 ド зак 提起来